大家好,我是开水 7月9日广州的青州 一名女子凌晨在街上被男子强行的拖拽到车上 她极力的反抗,大声尖叫 引来周围人的注意 数名男子上前查看情况 维护女子,女子才得以逃脱 而这名强行拖拽女子的人 竟是她的前男友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发当天的凌晨 女子身穿白色的裙子 走在街上 此时一辆白色的轿车从路口开过来 速度极快 在拐弯时,路边的电动车都被刮倒了 电动车刮倒后 女子抬头向身后看去 车内的男子将车停下 马上打车开门 女子见状连忙的转身逃跑 男子一个飞扑 一把抓住了女子并将其控制了 女子害怕的尖叫 男子推着女子走到车前 男子用手臂锁住了她的脖子 男子一手控制女子 一手打开了后车门 女子不肯上车 现场尖叫声不断 还掺杂着男子的怒骂声 至少在持续一分钟的时间里 路边经过了至少三辆的摩托车 但骑车人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并未停留 直接骑着摩托车走了 网络上流传的1分36秒视频中 50多秒时还出现了一名男子 背着手淡定了围观 此人在这里站立的时间 至少长达50秒左右 但始终稳如泰衣山 背着手没有任何的举动 直到视频播放一分钟之后 街道边另一侧 店铺里冲出了很多人 围观的人先是出身自制 男子回头答应了几句 此时一名穿白T恤的男子 和灰色T恤的男子 走到拖拽女子男子的身后 女子趁机逃到了人群里 先前凑上来的那两名男子 也没有跟着凑到女孩子身边 而拖拽女孩子的那名男子 则淡定的提了一下鞋子 然后关上车门 开车离去 男子没有收到任何围观人群的阻拦 在女子杀猪般的吼叫声中 长达一分钟的视频里 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男子的拖拽行为 甚至有些人至始至终都站在屋里 隔着玻璃目睹门口发生了一切 没过多久警方就抵达了现场 据知情人谭先生表示 当时女子自称是前男友 两人有感情纠纷 前男友不止一次的对女子施暴 后来女子被家人接回去了 警方上前进入调查 最终双方表示互不追究 事后男子在社交平台进行道歉 称因个人感情问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他真诚的道歉 因为日后还要深吼 所以也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提此事 当时男子吸引林山县的一家二手车的员工 在他发布道歉视频后又删除了 虽然双方表示不再追究责任 但警方称此案尚未结案 男方在派出所写下了保证书 双方已经调解处理 双方都表示不追究责任 对于男子写下保证书 及取得女子的原谅 当时女主说明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她写了一封说明书 内容是这样的 大家好 我是昨晚奶茶店事件的女主 相信大家也看到那个视频了 有人看了是害怕是心痛 也有人看了是活该 我只能说未经大人的苦 莫乱做评论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想知道 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 原因就是我跟他是前任男女朋友的关系 7月2日提出了分手 分手原因不是我出轨什么的 而是那个男的多次给我冷暴力 再加上以前被暴打了无数次 忍无可忍才提出了分手 他不同意分手甚至还用语言威胁我 让我害怕不干出门 除了昨晚的事 我的心里有很大的心理创伤 再加上现在把错误的矛头指向我 让我在大家心里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很感激昨晚帮我出头到陌生朋友 谢谢了 如果不是你们了 我都不知道拉去哪里被暴打了 结果就是双方到派出所协调了 派在法律面前写了保证书 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来骚扰我 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淡下去 不要让我的心里再有更大的创伤 谢谢大家了 网友议论纷纷 不少认为男子此举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律师认为两人因感情问题发生纠纷 男子的行为客观上确实有社会的危害性 但是从行为人主观上看 没有伤害对方的故意 公安机关才没有对其采取行事拘留 根据自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 如果男子的行为严重骚乱了公众秩序 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对其采取自安拘留的措施 空主要 公众秩序 图客 部阻振 还有一些细節 报告 Warning 稍法